有很多网友问那个牛妈妈后续究竟怎么样了 有没有进入饭店成为火锅菜 由于那个饭店的老板跟这位牛主人不断的沟通 不断的提价 最终非常遗憾 牛妈妈直接进入了饭店成为了火锅菜 留下了两只双胞胎小牛独自生活 实际上这两只小牛独并没有真正的长大 他现在还没有断奶 所以牛妈妈被带走之后 他们的精神状态非常差 跟前几天的视频相比 他们感觉瘦弱了许多 精神也没有那么好了 因为他原来的食物是牛奶加上少量的草 这样才能保证健康成长 现在突然间牛妈妈进入了饭店成为了火锅菜 小牛独没有牛奶喝精神萎靡了不少 当时我们发第一个视频的时候 后台有很多人说 老汤您救救这个牛妈妈吧 不要让他进入饭店 我想说一点 这是一头牛不是一只狗 这是一头体重上千斤的大牛 需要很大的场地 很多的草料 才能养活这头一千斤的大牛 咱们救助一些流浪狗是可以的 是有能力的 养这么一头大牛 加上我从来也没有养过牛 救援它是不现实的 而且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牛 每天都在上演着这样的悲剧 难道我们每头牛都去救助吗 这也不太现实 所以没办法 有的动物一出生 就已经注定了 命运就是悲惨的 牛的命运是非常悲惨的一生 辛勤的耕田 耕了一辈子之后 到最后免不了进入饭店 成为人们的火锅菜 希望这个小牛独可以健康的成长 尽快的振作起来 咱们后续也会追踪 这两只小牛独 可爱的小牛独 究竟能不能健康成长 虽然他免不了最终 还是要进入饭店 但是还是希望他能够健康成长 顺利的度过这几年时间 谢谢关注